他確實不知道這位黑影是甚麼人 其實他本能反映是用一手擋隔 事發時這個同事的手卡在這位後來證實記者的人士 那個攝錄機那裏 警務處處長曾慧雄曾經以黑影論為去年兩名警員 在麗港城用手擋著電視台攝影鏡頭 涉嫌阻礙記者採訪副總理李克強的訪行活動 轟動一時 鑑警會因應投訴展開調查 被書長朱敏健說 經過研究和實驗證明沒有這件事 認為警員的手不能卡在攝影機 所以有關記者的投訴成立 投訴人在這個案件非常合作 也有參與這個案件的重演 所以能夠很清晰地把兩邊的說法 是用一個案件重演的方式 是現實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同意 投訴科的結論就是投訴人的說法是可信 而這個被投訴人當日的解釋說 即是不刻意 弄了一隻手 然後拿不到出來等等 這個說法是在這個影帶方面看得到 是並不合理的 而兩名涉事的警員會被紀律評估 嚴送會被隔職 香港風貧電視機仔黃婷婷報導